龙锡市 龙锡市这边 孟伯龙 后车步的三分 孟祥抢到篮板 依然是孟伯龙 选择三分 还是没能命中 延续 这球在GTIP手中 二号为体 两罚一阵 后车 两次罚球 抢罚中医 龙锡市请求换人 GTIP的球权 黄队犯规罚球 罚球两次 一罚名中 41比33 两罚中一 龙锡市抢到篮板 抓紧时间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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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最后的八秒钟的时间 恭喜 恭喜 dj team 拿下第二场比赛的胜利 上水级天猫搜索 天猫和李游戏为官身为强者 中国打资争3比3篮球联赛 为你的方向加油 恭喜祝佳荣 张晨熙 叶文浩晋级 这就是灌篮全国总决赛 我还选到现在 真的没想到自己能走到这一步 很感谢老祝和张晨熙一直在鼓励我 然后我的信心才恢复回来 很感谢他们给我的支持 心情就是挺低落 因为我怕就是说这场就输了 要如果下场的时候再没把握住 可能处境就很困难了 累死我了 快半场就看你的了 一起加油吧 来 OK 那马上进行我们第一轮到最后一场比赛 有请双方领队派出你们的四个晋级名额 争夺赛的出战阵容 我们这样的准备好了 好 来 杨正 刘恒毅 李志锦 OK 这是G-team最强力的一个阵容 龙骑士这边呢 周卫 郭恒毅 左手 鲁银 注铭 鲁铁 赛 桑 冰铁 然后他伤口就越来越大 所以没办法 我就必须要以绑那种杀布的方式来去保护他 关系到我们的队友 关系到牛还是手的问题 把最强的留到最后 我们觉得这套队容 现在从身高和身体方面都不吃亏 赛前就知道对方会把最重要 能力最强的球员都放在第三场 因为第三场四个命和也是最关键 我就是放手一搏 老规矩GT 我前面说了太多了 我累了 我现在不想说了 言多比识 打就完了 我们队呢 今天心里很难过 知道为什么难过吗 因为呀 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 你的这一头脏便 即将一根都没有 你们反正忽略一个问题 一共50根 我连你们的输的淘汰人一起捡 他在选阵营的时候他就说 他们淘汰一进他就捡一个辫子 可是走到今天半决赛了 他们淘汰了那么多决 我们也要去看他 对签他的承诺 这个时候我们只有两个晋级的名额 所以如果万一张宁他们输了过后 我们就有被团灭的危险就非常的大了 千万不能有闪失 目前为止 决赛名额还有七个 头对脚 OK来比赛开始 张宁 这回真的成为一战士了 顾弘 这个稍微力量差了一点点 但只是这次进攻而已 杨仲 能不能打进去 犯规 犯规 两罚 好的 一罚命中 不好意思 两罚全中 2给0 这一组先行领先 这边张宁 强劲的变相 跳投没能命中 这个高举高打 没能打中 杨正面对柱明镇 依然给到刘毅 就是怼 两分命中 来自刘弘毅 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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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宁 叫阳护 走右坐 错位 两罚 一罚不中 没事 没事 再来 好了 两罚中一 哎哎哎哎哎 防守防守 进口 进口 风哥也非常紧张 他一直在站着 我说风哥你说一会儿 然后风哥说我紧张 决心 杨正 他决定在防守防守好 防杨正 在湖顶最后四秒钟的时间 强行出手 显心病重 郭鸿 找到张宁 没有出手 漂亮的传球 好球 郭鸿毅 黎晓 不支持 黎晓 不支持 黎晓 杨正 给到李智锦 哎 没有问题 李智锦 三分命中 张宁 没了命中 但是抢到篮板 挡杀挡杀 错位的机会 非常聪明 外线 朱明镇 对方